边境冲突只不过是幌子 为何印度火速采购33架俄罗斯战机 其内幕并不简单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近日印度空军紧急向国防部提交一份申请 建议从俄罗斯火速采购21架米格20SMT和苏30MKI战斗机 声称要应对先进战斗机不足的情况 俄方也非常积极地表示会在最短时间内交付这些战斗机 要把封层的米格29升级后紧急送给印度 在很多人看来 印度军队是因为与巴基斯坦等国发生边境冲突事件后 紧急加强空军战备 准备利用这批武器在战时夺取制空权 美专家甚至指责印度引进俄罗斯战机过于落后 然而印度空军也不是傻子 坚持要紧急采购这批战机的内幕并不简单 事实上边境冲突只不过是印度空军推动战机采购计划的幌子 真正的原因是为了补充其受损的战斗机队伍 印度空军也是文明世界的衰机高手 军机数量超过1000架 而苏30MKI和米格29也未能幸免 据统计米格29已在印度军队被摔了近10架 而苏30MKI也损失了12架 引进苏30MKI主要是为了补权部队的编制 而引进米格29实际上是为了弥补该型战机的损失 和米格21战机退役带来的缺口 也就是说印度空军采购这两种战斗机的需求 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之前国防部一直布批 更大的原因是国防预算不足造成的 现在能获得通过是印度空军 利用了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 据悉2019年年初 印度与俄罗斯就采购计划进行谈判 协议交易额为1100亿卢币左右 印度空军参谋长乌里亚上将在去年10月表示 如果合同能顺利签署 战机交付将会在2022年开始 事实上 印度与俄罗斯进行的谈判并不顺利 双方此前对关键技术升级和价格谈不笼 印度希望用600亿卢币 购计21架二手米格29 包括要把雷达换成最大探测距离为120公里的ZHUK M无源相控制雷达 换成RD33发动机等 引进12架苏30MKI的动机更简单 因为印度空军在多年来 已经自己损毁12架该型战机 俄罗斯授权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生产的苏30MKI 比整机引进还要贵上50% 所以272架生产计划已在三月份完成 因此印度空军和军工厂都希望能快速签订这项协议 否则就面临着生产线被关闭的局面 说实话 印度这次财大气粗的一次性买33架战机 并不代表空军战斗力会很快提升 反而暴露了自己在武器装备上严重依赖进口的尴尬局面